在場沒有壞人嗎? 有壞人嗎?壞人照在影片呢? 壞人...但是壞人不會叫 那妳是什麼人? 我跟妳說等一下妳是假裝喜歡去找 但是媽媽跟壞人跑玩家 對,然後我們再走出去好不好? 不用啊! 妳為什麼不想走出去? 壞人啊! 有壞人!好聰明喔!以後看到壞人就... 對,壞人就這樣 所以叫壞人妳就要怎樣? 推他對不對? 他如果要抱妳要怎麼辦? 捏入他的槍 槍喔?壞人有槍喔? 那如果他是刀子怎麼辦? 找警察 好棒!所以妳如果有遇到壞人就要找警察 知道嗎? 但是又沒有手機 沒有手機喔? 那我的建議可以幫我 我的手機建議 好可愛喔! 建議打電話 對! 不是啊! 媽媽把... 很常我留在家裡 妳說媽媽很常把妳留在家裡喔 然後呢 媽媽他們去禮拜堂 我們在家裡 媽媽去哪裡? 坐禮拜 坐禮拜喔? 那妳在家裡喔? 妳為什麼不能去? 妳想要休息 妳想要休...妳想要休息 好開心喔 對 過得好開心喔 過得好開心是不是? 那姐姐在家裡都給妳吃什麼餅乾?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 這是以前 那現在還有吃餅乾嗎? 對啊 有 等一下誰... 過來 來 我是誰? 禮拜 妳為什麼要叫我禮拜 那妳覺得我像禮拜嗎? 好 我不像禮拜 我是姊姊 妳知道我幾歲嗎? 我也知道 妳幾歲? 四歲 我二十五歲 所以我們差幾歲? 二十一歲 所以是姊姊或阿姨 好不好? 好 那妳看到我以後要叫什麼? 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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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貴 怎麼那麼Q啊 好啦 啊戲裡面妳要叫我什麼? Q Q 對 好棒喔 小燕要叫妳嗎? 對 戲裡面她是叫我媽媽 啊妳們在戲外面看到我都要叫我姊姊好不好 嗯 可以嗎? 可以 那妳如果下次看到我沒有叫我姊姊的話我會哭喔 妳說不要哭 不要 妳怎麼那麼可愛? 那妳要去哪? 她真的很難很難受控 第一次跟那麼小的 很難 對 應該說不是第一次跟那麼小 因為之前是跟那個什麼 她的小燕燕的音樂伴 所以那個跟我們不會講話 那第一次跟一個可以對話的那個 演員 小演員是第一次 而且他們都會有那種語出驚人的狀態 她比較 她比較那個 就是會有古靈驚怪的狀態 那我兒子就沒有 所以跟戲裡面完全是相反 就我戲裡面的兒子是要非常古靈驚怪 可是由於他們的外型 她比較適合跟我的兒子 這樣 可是她就是屬於那種比較呆的 而且也蠻適合的啦 就是呆呆的 妳在叫神現在在演戲呢 亂叫別人媽媽 妳媽媽在哪? 妳媽媽在哪? 妳媽媽在跟外人 妳媽媽在壞人那裡 妳剛剛是不是叫錯了 那是妳現實生活中的媽媽 我們現在在演戲 那我是誰? 好啦 演戲是給我 那如果我們現在在戲外 我是誰? 好玩喔 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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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戲